苹果的粉丝们瞧手等待了一整年 只为看到新一代的iPhone发布 而这已经到来 苹果公司是在吃老本的路上越走越远 还是开启全新征途呢 不过我要说的是 我已经不需要这个了 等待是值得的 就像每款新苹果发布一般 期间总会充斥着各种传闻 但现在可以确认发布的三款手机 分别为iPhone 8 iPhone 8 Plus 以及iPhone X 与iPhone 7相比 iPhone 8的外形没有太多的变化 只是在软件更新和硬件升级上有所区别 除此之外 新款价格将从699美元起 加强版的iPhone 8 Plus 从799美元起 为什么会贵上100美元呢 因为它拥有更高的屏幕 分别率以及更长的待机时间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Plus呢 因为更大更好 这就是全部的理由了 接着是大家一直所期待的iPhone X 这款手机从外形到软件都是新的 首先外观上 其由不锈钢和玻璃制成 就像早先的iPhone 4那般 但不同的是 它取消了主屏按钮 而这也会是苹果最大和最昂贵的手机 设备上的升级极大 手机配有A11仿生芯片 真正意义上带有人工智能和增强现实的功能 通过其独特的面部识别系统 你看一眼就可以解锁手机或者设定动画表情 英国可能再次为智能手机行业定下了新的标准 但这一步是否卖得太大呢 一个大的担心就是用户可能会迷失在增强现实中 我们已经为沉迷于手机中感到愧疚 而未来是否会越陷越深呢 我是奇亚斯哈利尔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